五五桃李,黎明展药,黎明技术学院55周年的校庆在近日举办了 不断创新的黎明技术学院是培育许多人才的重要摇篮 校长及许多重要人士都共同前来恭贺黎明生日快乐 五五桃李,黎明展药,黎明技术学院55周年校庆近日举办 不断创新的黎明技术学院是培育许多人才的重要摇篮 校长及许多重要人士都特别共同前来恭贺黎明生日快乐 我们也有一个秀学院生日快乐 不是我们的学院里面做的影子 还有非常多的技术优秀的企业职业 我知道现在台湾面临春风春夜的一个状况 所以各产业也都需要我们非常优俗的这个文才 来够持续不断的黎明经济 而黎明扮演呈现其后的角色 所以有很多的一个产学合作 甚至也跟很多独立的企业来做一个交代 我想这样的一个人才的培育 其实恰恰就是让我们知道黎明又是他自己的地方 除了是培育人才的重要摇篮 黎明技术学院也跟地方紧密结合 深入社区是泰山人的友好学校 我们感谢共同学非常多的合作 无论在社区里面都有长辈的照顾 尤其在我们年纪的一句 像上次在明治书院 我们就看到了非常发美的表演 我们的老少共同学的照顾 而且是我们的这个他们的配合 为了庆祝校庆 学校还特别举办的美食园游会 以及演唱会 邀请多位歌手前来演唱 让黎明技术学院的同学 度过开心欢乐的55周年校期 以上新闻记者林郑杰 泰山采访报导